国足第一中锋终于回来了,那个曾经被李皮最为倚重的中锋回来了,连续三轮中超进球,不仅把德甲同学莫德斯特亚在替补席上, 还重新展现了那个两战不单打进气球的国足第一中锋风采,杨旭2017赛季由于右侧膝盖石子交叉韧带损伤缺席国家队集训后,杨旭再也没有进入国家队,要知道他曾经为国足打入22例进球,郝海东曾经也非常看好,他成为国足的最佳前锋,经历了养伤和沉寂后,2018赛季,杨旭终于迎来了爆发, 4月亚冠小组赛,杨旭接触今朝的传中投球破门,让日本百太阳神的门将束手无策,杨旭世界杯间歇期后,杨旭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,从第12轮联赛开始,他搭档帕托,已经连续三轮进球,进现国足封霸本色, 第12轮,天津全剑2比1战胜广州复利,杨旭投球为全剑首开记录,第13轮,全剑客战2比3不敌国安,第76分钟,杨旭进区内拿球晃倒于阳,随后射圆角得手,展现了他的技术,第14轮,主场迎战长春亚太,第34分钟,帕托主拔任一球,将球开到门前,杨旭甩投攻门得手, 1比0,这也是杨旭连续三轮中超联赛进球,莫德斯特杨旭的出色状态,也让已经回归的德甲同学莫德斯特,只能坐在替补席上,有球迷留言说,莫德斯特有点凉凉的感觉,第67分钟,莫德斯特换下杨旭,然后并没有剑术,最终添金,全剑凭借杨旭和正大轮的进球,2比0击败亚太,作为一名纯正的中锋, 他的空中优势,跑位与协防,不仅能压制对手的后防线,也给搭档帕托创造了不少机会,更重要的是,他对比赛的态度,总是对胜利那么渴望,每次首发登场,他都非常珍惜,不惜体力地奔跑,就能看出他对比赛的欲望, 杨旭说,其实我不仅仅能打中锋,前锋,前腰,边前卫,后腰的位置都踢过,这也给我一个成为多灭手的机会,这对于李皮来说,无疑是最大的好消息,毕竟国足的风无力一直困扰他,杨旭的出色状态,显然可以为李皮提供一种新的战术思路,亚洲杯,或许杨旭会给李皮一个惊喜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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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